大家好 我是华鞋卖哥 今天呢是2月29号 我身处地方呢是全国最大拉署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呢 真实拿黄金 首先呢是15普通麦克斯这种无锁的500s二级 因为这种机器呢是国外可以用一same的 所以说这种机器的价格呢 不会像有所机器那么一样 跌那么多 像这个机器呢 我们是7400五难货 充电比较少 也没有那么多 特别光完全新的 确实能省个两三千块钱还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这个机器如果说 但是你得把卡类置在里面 什么超宝卡槽那样啥的 建议大家呢 短期的还是不要考虑 因为它都是有所你的机身的结构的 不稳定的或者说顶屏幕的种种而言的那些各种售后都还有对吧 当然是s1364的每百有所的卡贴机 这个都是充电几次 电池100 然后外观成长都比较不错的 这种机器拿获的是850块钱 是一个有所卡贴 但这种只要这是5G这种手机呢 能够就是QB模式解锁的 它的信号呢 会比老款的那种信号的还好很多 所以说这种手机的拿我去用的都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做一个备用级别的就是个百元的一个水平 对吧 但是橙色比较极品的啊 如果你不要这么好的橙色呢 价格肯定是能细微的还能更少一点 而且这都是一个什么16的一个系统 这个呢 是苹果的14128g目前这种 机器呢 跟13的差价真的是非常的小 13的话 这种橙色的话大概2900 14的话 这种橙色大概3300都是 就是啊 电池100外观好充电少啊 这大家都给大家看各种方面的都还是不错 我们拆机一个打孔的工艺技术呢 还是比较的成熟啊 整体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售后概率都是非常的低的 然后去使用的跟国航都是可以说是一样的 国航的主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贵 然后再就是敲这种电池高的不好挑 外版机器叫电子高的就好调一点 这个呢是144普通麦克斯256级欧版原生蛋糕卡车的机械 所以目前跟大家说啊 哦 这种实施系列的机器呢 可能说六位的降价了啊 降的大概就算有个百来块钱 然后不管是普罗还是麦克斯 他的六位的都调价了 所以说是给大家几次通报 然后13普通麦克斯那系列呢 目前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波动的 还是可以说这种机器之前贵一点 都是样价都是从上至下贵的机器降的多一点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这样的规律 当然这个欧版原生单卡机器呢 你这个要六千四打货啊 这呢是xmax256级的这个美版无数单卡的机器 这个呢是更换了一个屏幕外层玻璃 然后还有电芯 这个机器我们拿过呢 这个是回收的啊 很多平台回收到平台上的一种机器的客户寄过来的 这个机器咱们是1500收的 正常来说 我们市场价如果是有原装的这种机器对前面有个1750左右 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很多一个机器呢 如果是更换了一个什么啊 翻新的 这能怎么样的 让普通消费者来用 甚至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可能还是吧 用不出来 这个是苹果X256G的 这台是800收的 也是更换了一个厚玻璃 更换了一个电池啊 这个机器的状况呢 我们都是有详细的检测 回收的机器是基本上个个都拆机 给大家验好了 机矿啊 详细标注出来 那然后给大家啊 分内讲述 对吧 这个这个差异啊 比你们当地价格要优势吧 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奥行情呢 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呢 大家的支持